莫德納能不能混BNT 能不能混别的 还在研究 但是呢 其实我刚刚又突然搜一下 因为我记得先前就有一个数据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 台大长根临床实验 很早就开始在实验了 混打的部分 但是混什么呢 AZ莫德纳能不能混高端 要不要混高端 我们超早就在实验了 但是我们现有的 国际认可的疫苗能不能混 陈时中跟我们说 目前呢 看一下国际的论文 好像也没有实质上的 说真的可以混混有效 署长你怎么看 这个第一个 真的是我觉得 要拜托各位网友 帮忙把拉网报的 这个联结 跟其他人分享 因为太多专业的资讯 真的就是在这里 那第二个 这个混打 对我更正一下 刚刚洪威赛讲的说 我说那个 那个AIT的人来的时候 台湾干嘛 在推销高端 真是昏倒了 我也是推销美国说 那不然你们要不要试试看 我们高端也可以让你们打第三剂 你就知道他在干嘛嘛 所以我老实讲 我就是我就说很多次 我很怀疑他今年的莫德纳的 那个 架单到底是怎么下的 疫苗都不来 然后他也不去吹 是大有问题 那混打 其实我们很早就讲了 我们那晚报大概5月份 还是6月都已经讲了 mRNA疫苗互相本来就可以混 要去查什么文献 因为他本来就可以混 人家不会去做这种研究 还是是指揮中心 不想让我们混 他本来就可以混 他想让你混高端 然后他很报效 他还说 加拿大可以混 我告诉你 全世界都可以混 全世界你如果打了莫德纳过敏 那就是叫你改打BNT 因为他都是mRNA 然后他们去做 mRNA跟AZ混等等 是因为他是不同类型的 那本来大家以为mRNA疫苗 一定要打到第二剂才有效 而且第二剂一定要打mRNA 但是去做了研究出来 不是这样mRNA疫苗 第一剂他就有若干的效果 特别是重症 然后第二剂混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那他当然莫德纳第二剂 当然可以混BNT 万一BNT不够 那混AZ是可以的 只是说他混AZ 比不上他两剂 都是mRNA 就是说防护里面 没那么高 没那么高 但还是比两剂都AZ要来的高 所以可以混 也不会说都没效 不会是有效的 那现在我们很奇怪的 就是BNT拿去打谁呢 打国中生 国中生是现在12岁以上 所有可以打的人里面 风险死于这个新冠肺炎风险最低 然而新肌炎 新包膜炎的风险却最高 所以英国的 英国的疫苗接种委员会 最近做出来一个决议 就是说国中生的 他们还不开放打 他们国中生还不肯打 他们很小心在评估 那所以我们台湾怎么会这样 那政府老早就知道他莫德纳拿不到 那他为什么这些高龄的人 他没有早一点来部署 所以刚刚益珍讲的太好了 那桃园那个郑文燦 他就只会超前泄密 还都不超前防疫 那这指挥中心也是 他就妨碍指挥中心 他明知开雪 却什么都没准备 明知我们那么多人还没打第二剂 那现在民间拿了BNT 他该怎么样来打 让我们台湾的民众最有保护力 他也没规划 都没有规划 所以你现在民间拿到的BNT 你当然就要照这个 能够达到防疫最好的效果 这样的顺序来打 他也没有 他乱打一通 然后他拿去打 他说只有BNT 如果打这个17岁以下 或18岁以下 但是他又搞错了 这只能是 其实莫德纳也可以打年轻 可是他是只有BNT 可以打17岁以下 不是说BNT只能打17岁以下好不好 我觉得指挥中心脑袋 也是太有问题了 他所有年龄层都可以打 他应该打这些能够最有效来降低 我们民众的这个致死率 然后来保护这个能够控制疫情的 这样的对象来打 50岁的人要打到两剂 他的死于新冠的危险 才能降到跟30岁人没打的一样 所以50岁要打两剂才有这样的防护力 各位观众朋友 没打一样 所以他竟然跑去打国中生 这真的是 头上真的是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怜 所以我觉得台湾 然后经济是为什么会影响 就是从5月中 他爆发疫情 我们就告诉他你要赶快清理 他就不帮双北嘛 他往必胜去帮了屏东高雄 有没有来帮双北 对不对 他没有好好帮双北 结果就慢慢 这个我们那个时钟 是慢好几个小时的 很慢很慢的做 拖到9月 都还没有办法解除二级警戒 是究竟是这样被拖垮的 结果现在苏州上要干嘛 这苏州上好像去反串的 他现在发那个五倍券 然后还玩很多花样 你防疫不做好 然后他又煮麦香 他要煮下去 叫他到处去消费 那就是加重疫情的传播 他应该要发纾困金嘛 南宁要求他纾困金是正确的 他不听南宁的话 他也不听那个什么郑国会的话 他就专门来乱 他就说防疫交给陈时中 他就专门跟陈时中来对抗 我们老百姓我们就很倒霉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整个民进党执政党 在防疫上面通通都是本末倒置 然后呢都是给错针 打错针给错药 你该要把钱拿来防疫嘛 你把钱拿来买疫苗嘛 把钱拿来买这个检验试剂嘛 然后检验试剂不应该会出现 这么高昂的价格嘛 他就乱搞一通 然后防疫无方 所以经济就受创 这些受创呢 你刚才冲几倍券 要加重传播 不肯发纾困金 我们给这种民进党 这一直搞下去 讨论人要活着还真是不容易啊 所以我要再一次来呼吁 就是说拜托大家 要把事情搞清楚 是经济跟防疫没有对抗 全世界的资料分析出来 防疫做的越好的 经济受创就越轻 而且2021 防疫做的好的国家 经济已经在复苏了 你不用发什么振兴券 人家经济就会复苏 你把防疫做好 经济就会复苏 但你防疫不做好 你发几倍券都没用 而且越搞越糟 然后防疫做的好的 你越不需要封城峰那么久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跟澳洲 还有对岸 他一出现病例 他就紧急封 为什么 他马上去清 然后很快他就能够解封 他经济受创就能够最小 所以大家不要再讲 一个错误的观念 以为说我们如果来做一些 这个维持警戒 好像就是影响经济 不是 你要想为什么 我们会现在还在二级警戒 这些民进党防疫不利嘛 不利才需要二级警戒 才会让我们的商家这么苦 所以他要发纾困金 而且他要做好防疫 要把打疫苗的顺序弄对 要把检验室给大家 我们赶快能够解除这个二级警戒 那如果照民进党这样子乱搞下去 不当二级警戒 被那个被苏貞昌发了几倍券以后 我们可能又要搞到三级警戒 而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疲惫不堪 已经防疫疲乏了 所以这个是最危险的时刻 防疫疲乏了 蘇珊昌哥来乱 所以我就呼吁 男瘾的人自己一定要搞清楚 利弗和特朗这车前逐 蘇珊昌要来乱已经很惨了 不要有人替他帮忙他讲话 现在要救经济 就是要把防疫做好 的 的 佢 我 佢 他 来